上次刚说完15本滚木车用的少 马上就被啪啪啪打脸了 最近发现滚木车又好打了呀 这次还是泰坦超功 先天勇做个前戏 一般情况下都是以天勇开局为主 当然有些特定的阵型也可以用天女开 下次搞些素材来讲一下 用滚木车的话就不考虑正打了 这次选择了完全的反打 滚木车反向对着大本营推进 天勇的位置选择是很有讲究的 像这张阵型左侧和下方都有狂暴法术塔保护 所以选择在了上方 但是上方的防御建筑其实也不少 所以五个天使都下了 而且要交狂暴法术 由于时间关系 里面这根联弩就暂时放过他 最后再来收拾 天勇阶段已打完投尸炮结束 等勇王清的差不多了 那蛮王就要开始断变了 然后把勇王拖过来 大部队全部布置在被炸城墙的缺口附近 这时候蛮王往回走了 这个举动会影响到飞盾战神的布置时间 但不会影响到大部队的整体路线 狂暴塔触发后 直接用冰冻法术分影 勇王的精神还可以再憋一下 旁边也是点了英雄猎手 加快清理蛮王的速度 援军是冰狗 那这套流派是不怕他的 因为有泰坦的存在 这套流派是不用带伤害法术的 大家注意一下 中间的这道城墙 就是带滚木车的作用 因为抄炸是很难开到这里的 滚木车的开枪稳定度就体现出来了 然后左侧飞盾战神接应 刚刚如果蛮王往下走 那飞盾战神还可以晚一些布置 勇王精神抵消掉一个火力集中点 趁这段时间 还可以让天使把泰坦的生命值恢复上来 弹跳挂在大部队一侧 我们要知道这套流派中 女王、超弓、泰坦 这三个单位都是能爆本的 关键时候还能让飞盾战神去 依靠剩余的隐形法术和冰冻法术就能完成 所以容错率上是要高于闪震泰坦的 但是很多朋友为什么不喜欢超弓这个单位呢 因为它能让天使转奶 正常来说 天使还是要以辅助泰坦为主的 爆完本后 剩下的建筑就比较好处理了 简单做个收尾即可 泰坦超弓这套流派 在15本中算是中上等强度的流派了 像我这种老年人手速 也能在上赛季达到七八百名 而且它可以覆盖到各个段位的玩家 最关键的一点是 它是属于好玩的流派 打法众多 不会玩了一段时间后感觉枯燥 关于这套流派的其他玩法 我会在后续慢慢给大家做出来 我是冰冠 下期见